ERROR成員吳寶寶入行後一直被指與白金撞養 還試過因此而在直播中以粗口還擊網民 惹出退團風波 事後他承認令他受到很大壓力 經過深思熟淚後會做一個謹慎的人 去到今日凌晨 寶在社交網站上載幾年前與白金父子的合照 並自稱是《八家族的一份子》 寶在社交網站上載與白金父子的合照 並寫上《北京不各自經加入白兩家族一段時間》 將上2018年的時候拍照 突然想寶壇反出來 我都不記得自己有這一張照 十月是一個好月份 要跟大家分享了 那因自己能成為白兩家族的一份子 自認未得認可加入 《跑八小丑》這個PO一出 不少網民紛紛留言表示 像樣及欣賞他 例如由被人說 像白兩金 到現在被人說 白兩金像你你有很大忌進步 加油 將你最好一面show給人看 令hater都變fans三父子合照 你現在的樣子有少少像汪東城 學多些形象改造 就會又有新體驗 加油 有你冷開的弟弟 自由有什麽問題?大家都在努力搵食努力拼搏 我反而好欣賞 不過真是幾似樣子 好似樣三父子及懂得自嘲都是一種智慧等等 同時亦有網民認為普通白金不似樣子 留言說由第一日認得你 開始都不覺得你似現在有相遺症更加不似 拍賣就不似了已經完全不似了 及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你似大佬加油等等 ERROR成員吳寶寶入行後一直被指與白金撞養 還試過因爲這樣而在直播中以粗口還擊網民 惹出退團風波 事後他承認令他受到好大壓力 經過深思熟慮後會做一個謹慎的人 去到今日凌晨 寶寶在社交網站上載幾年前與白金父子的合照 並自稱是八家族的一份子 寶在社交網站上載與白金父子的合照 並寫上不經不覺自經加入八兩家族一段時間 張照2018年的時候拍 突然想寶壇反出來 我都不記得了自己有這一張照 十月是一個好月份要跟大家分享了 那因自己能成為八兩家族的一份子 自認未得仍可加入 跑霸小丑這個票一出 吳小網民紛紛留言表示 像樣及欣賞他 例如由被人說像八兩金 到現在被人說八兩金 似你你有好大忌進步加油 將你最好一面show給人看 令hater都變fans三父子合照 你現在的樣子有少少像汪東城 學多些形象改造 就會又有新體驗 加油 你靚仔過弟弟 靚仔過老爸清出於藍 真是同八金同鏘 和記得你初時的人說你是八金 你好不開心現在人成熟了 有又正能量欣賞你真是好似餅人 你似他的兒子多過他的兒子講真 一家團聚啦一個八兩一個六兩 為什麼你得三兩? 自周成熟記表現三父子拍著照 自由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在努力搵食努力拼搏 我反而好欣賞 不過真是幾像樣 好像養三父子及懂得自嘲 都是一種自為等等 同時也有網民認為 寶同八金不像樣 留言說 由第一日認得你 開始都不覺得你像 現在有雙為證更加不像 拍賣就不像啦 已經完全不像了 及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 你像大佬加油等等 前港者亞軍前衛兒 Vinnie與馬青陽的離婚官司 今三日 在灣仔家市法庭繼續聆訊 早上十時許 他們前後腳抵達法院 一身深色西裝打扮的前衛兒 向東網記者聲稱 法庭曾判馬青陽藐視法庭 對於今次官司 他直言 你六年的婚姻訴訟裏面 我每一次都有讓步 本著大家好來好去 他又生 好希望他不要再講自己 先個單身女人等話題 為人父親要生教 不要令三個子女 走出來難看和難堪就OK 馬青陽行一時許離開法院 承認早前被法官判他藐視法庭 他解釋 前衛兒的律師費太多 要七百多萬元 不可以一下子拿這麼多錢出來 要時間籌 是過了最後限期 不過之後都又給回 馬青陽提到離婚官司 將日內排期開庭 他表示一直有提出建議給對方 但未獲接納 故只能夠經法律官司處理 前衛兒就表示已作出讓步 雙方似各執一指 他表示 我一直給他 他永遠不滿意 每次都想要多些 官司繼續 他不簽就繼續官司 等個官判 另外提到他與前港姐冠軍林玉會爆匪文 他強調沒有與林小姐拍拖 單獨吃飯只限於朋友相處 問他現在是否單身 他巧妙地語 我未離婚啊 但是分居 提到離婚官司 要養長達六年 並非自己想 要問回對方 為什麼拖這麼久 他每次都有事要求 讓我難做 我做不到 可能對方想拖著不簽 有沒有和解機會 我已經就曬他 盡曬人情 不知道他有什麼想法 不知道他想拖還是怎樣 擺了幾年是他不想和解 你最大損失是什麼 我最大損失是二十幾年婚姻 沒想過搞到這樣 大家都好不開心 以後做不成朋友 好難講 這件事不是只是我 搞到我的大家庭 家人對他都有偏見 香港被譽為全球最長秀族群 男性平均年齡83歲 女性平均年齡88歲 院校長看準身邊一班老朋友 生活上的點滴趣事 順道為止已入行四十周年慶祝 決定於10月11到12日在澳門 帶來全新動篤笑作品娛樂隊穿牆之 玩轉老朋友 送給一直支持他的觀眾 與陪伴成長的老朋友笑談人生 開心過一晚 院校長入行四十周年 口才了得 轉數快 當中扮誰似誰 兼搞笑形象更是深入民心 今次宣布 在澳門帶來全新動篤笑作品娛樂隊穿牆之 玩轉老朋友 以老朋友為題 市院校長身邊老朋友 愈來愈當外 香港最近也破了世界紀錄 月 全球最長秀的男士 和女士都是香港 香港老化人口 亦是一個問題 年紀越來越大 面對漫漫路 會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發生事一羅羅 想通過棟篤笑 和大家從不同角度了解一下 如何去看老朋友 同時 院校長覺得老朋友 還可以指年長大的朋友 亦可理解成為相識很耐的朋友 比此間一樣有不同的笑料可分享 日前拍攝宣傳海報 院校長就多個代表人物賞物 由國際間政治紅人特朗普 新聞人物新河泰 肥媽Mario Cadero 到電影《九龍城寨之遺城》 龍捐風 院校長都輕易駕馭 緊貼社會 院校長月 入行四十年 我一直要令自己保持好奇心 已做到積極創新 不利地 所以當晚的老朋友主題 有信心會令大家有共鳴 無求與大家爆笑個半鐘 為紀念四十年 院校長特意帶來小禮物 答謝入場觀眾笑到 放心啦 你入場的話 我一定會補償給你 所以入場觀眾 是有機會得到小禮物作答謝 近日忙於為新片重生 四出宣傳的影帝張家輝 日前接受無線娛樂新聞台主播 我黃鎮傳傳叔訪問時 自揭視無線王牌綜藝節目 中年好聲音中粉 大讚節目麗治又正面 令他追看得慾緊又開心 我整日看的 之前剛剛疫情前後 喂!不看他都不知怎算好 喜歡那陣我集集追的 你是喜歡些故事 我是喜歡過節目 月筆向來幽默的嘉輝忽然反問傳叔 你們是不是TVB的? 引爆全場爆笑 嘉輝逐月 我覺得這個節目好成功 我真心的 這個節目給了中年人一個機會 它後面的故事是感性的 這個是節目的元素 亦因為這些元素 令到節目好看了 我自己看得好開心 看到他們怎樣進級 怎樣好努力 怎樣有些有talent 有些參加過就滿足 都是幾正面一個節目 當傳叔追問嘉輝會否考慮上節目做評判時 嘉輝坦然簡直想做參賽者 並速請無線搞藝人版中年好聲音 張嘉輝月 我簡直想參加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不搞個中年藝人好聲音 不過嘉輝事後笑言 其實自己沒有勇氣參加 其實我不敢啊 我不夠家生啊 你想下 我一生可能有幾首歌唱得幾好的 可以拿來劈一下 但要進級和唱幾十首 首首還要邊臉攀難禁走出來 我覺得好困難啊 其實 其實嘉輝過往 曾在無線節目大展歌後 為了呼應嘉輝的訪問 無線娛樂新聞台 專程展輯了嘉輝當年於綜藝節目 回到美雄時中對著愛人關永賀高歌 真情流露 令同場的關永賀感動到又笑又哭 雷斌的關永賀更一度要拿紙巾色淚 場面感人 但搞笑的是 嘉輝唱到尾聲時忽然搞激 跟著吾鬼記得添 並對著關永賀說 不要哭啦 哭什麼呢 又不是第一次唱你聽關永賀 即扁嘴兼大叫殺驕為 我開心得唔得 TVB外購劇集《玫瑰的故事》正熱播 劇集改編自1981年當代小說家譯書的 同名長篇小說 由劉奕妃 同大為及曼西主演 劉奕妃於劇內飾演王葉梅一角 亦是她首度挑戰媽媽角色 第七集劇情講到 方協敏 林耕身色對易梅死前難打 易梅在感情上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和地位 不想成為狐狸眼中的第三者 於是選擇保持距離 成為劇情兩點 有神仙姐姐封號的劉奕妃因劇集人戲再創高企 不過原來她曾被質疑其學歷 劉奕妃有著超強家世背景 生於武漢 並於1993年入讀幼稚園 十歲跟著媽媽到美國生活 五年後完成完初中及高中學分 不過卻被網民質疑如何在五年內完成本來應該共七年的學業 之後劉奕妃十四歲獲北京電影學院錄取 據悉著名校友包括趙美、黃誠衣、楊密等藝人 學院入學圖態略相當高 規定要以外籍學生身分應考 同時需擁有外國護照以及完成高中學業 因此劉奕妃被質疑其錄取資格 造批評濫用特權 一班網民當時更到北京電影學院微博下留言 要求學院解釋 招考劉奕妃的過程及其資格 後來 學院回應指 由2000年1月31日起 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規定 規定外籍留學生素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外籍人士只需參加專業考試 不需參加文化科考試 指劉奕妃持有美國護照 美國國籍和高中畢業證書 又經過三輪專業考試 符合外籍留學生入學資格和入學水平 事件因而平息 另外 劉奕妃之所以取得美國國籍原因是 當年劉奕妃媽媽與武漢大學外語學院 泛文系教授老公分開後 帶同劉奕妃父母與華人律師結婚 鍾振淘和前妻張小惠有一對子女 大兒子鍾家俊已經34歲 近年在香港美國兩邊飛 媽媽張小惠大爆個兒子 現在開了間動漫主題café 試過自己下手洗廁所 凌晨4點才下班 事業以外 鍾家俊本來有位拍拖兩年的女友 還試過一起開補習社 女友負責教班 二人還不時放閃 不過早前鍾家俊在IG自爆 和女友大約一個月前分手 而且是她在外地工作期間被女方say goodbye 鍾家俊發文說為分手感到沮喪 但是這次經歷令她更堅強 而且靠吃東西和打機面對 之後鍾家俊又post了同一位長髮美女的合照 指對方在她感覺很差的時候陪伴 兩個人一起吃了不少好東西 鍾家俊直言現在單身 會找一位願意和她一起在美國洛杉磯生活 而且好像隊友的對象甚至寫到 是不是要和長髮美女一起 鍾家俊在留言透露長髮令女是朋友 認識了6年 而網民就留言鼓勵鍾家俊去馬 鍾鎮淘2014年和多年女友范姜素貞結婚 阿B和范姜育有兩女中義及中國 鍾家俊對兩個同父異母妹妹關係不錯 而20歲的鍾義盡得爸爸鍾鎮淘一幕天份 更加現身爸爸有份的Warner演唱會上演出 今年6月終於在內地音樂節正式出道 TVB資深藝人李曼芬 Fanny近日宣布離朝TVB 李曼芬坦然 內心怎麼都會有些感覺 不過加科技進步 同時可以繼續做朋友 所以沒什麼大的影響 最大得住是認識了很多很多支持我的人 被觀眾認同 被觀眾看到我 被我練習 給我一個舞台和平台去尋夢 同到很多自己沒想過可以訪問 和拍劇的藝員同事一起合作 他已開設了公關公司八、九年 業務系做直播大課 繼續做私儀 希望有機會在不同的平台和大家見下面 他又透露 很多新計劃都正在進行中 很感恩有很多朋友的支持 忙碌於直播大課工作 依然很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活動 戲中見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人氣男團MIRROR成員 呂著安 伊登向來試玩社交網高手 知道怎樣吸拉和這學黑隊友、朋友 甚至是自己 他日前出席活動時 偶遇大學時期的失誘 異人事別多日 如隔N秋 伊登即把當日碰面成放鋪上社交網 還自我傷害 原來他出席品牌活動時 遇見大學 Homemade 蔡俊賢 二人一件初時 勉腆 繼而握手 再而互攬寒圈 伊登留言 當年的大學 Homemade 又怎會想到有一天 會在個Fashion Erend 碰面 So happy to see you bro 繼續一齊各自努力 附上極罕有賽仔 同自己黑圖 沒錯 伊登不單止附上賽仔 訓過黑圖 連自己都黑埋 他也不甘 hashtag 文句 以前個樣什麼事 蔡俊賢 大友來頭 是一位香港劍擊運動員 與奧運金牌張家朗 是隊友 自2021年7月 其世界排名高達第八位 在2022年2月 其世界排名再創新高 升至第七位 藝人王翠玉與唐詩詠老有鬼鬼 即使是詩詠的家 翠玉也可自出自入 可想而知大家對對方有多信任 翠玉在社交網分享詩詠 雖然還未回到家 但兩位主子 蛋蛋少爺和包包公主 也盡地主之而 熱情地招呼詩詠 相當友善他月 一個可以自出自入的家 就算這兩位主子的媽媽 不知去左邊 我都有兩位主子熱烈搖美歡迎 翠玉與詩詠會合後 詩詠親自駕車去買港島明物雞蛋仔和格仔餅 招待翠玉 但翠玉卻嫌格仔餅未夠邪惡 趁今日還有親自外賣港島明物雞蛋仔和格仔餅 雖然他叫的格仔餅酒糖酒煉奶 國民早前自嗨與猛男拍攝肉失激戰賞 震撼網民眼球 他直然有興趣拍攝寫真 只要不露點 全裸上陣也不介意 單身DRIBOW的他公開表示望與渣男拍拖 更無限LOOP網中擇 多是向對方求愛不遂的他慘朱朱惠 可惜他不要我應戒港姐危落臨 梁家營及楊子搖早前出路 佳麗選美期間新聞甚少 反而當選後才有個別零星是非傳出 正彩程度絕對不及上界 上界冠軍莊子船選美期間已被指為犯眾憎 經過冷河後 近期與戰與勇 除了成功變靚愛 工作方面也漸漸有喜悉 既拍劇又造詩儀 人氣也上升不少 不過同界的23歲落選港姐 國民憑著最強body 絕對是領先跑出的一位 除了最先獲監製賞飾 拍劇過氣隱愛 他亦有份擔任福祿受訓練學院助理 豁出去扮鬼扮馬 縱使不時表現呆濟 但得為而出 成功加分 沒有拖跑 之前於發政先鋒 VI 全者的舊屬中 國民獲南神王中澤 拍Bosco照顧 順利完成處女劇 難怪一直是對方為心上人 日前接受東網獨家訪問時 他指不論再拍劇或選男朋友 也希望再跟Bosco遇上 自然現時不會拍拖 希望拍攝愛情劇 填補心靈空虛 因為生活真是很dry 所以需要看劇充實自己 如果拍劇 發夢都想選Bosco 他很帥仔 又可以帶動到氣氛 令我容易入戲 日前他接受電台訪問 擺明車馬再向Bosco求愛 更自爆愛淑南 他是筍盤呀 方方面面都這麼完美 可惜他不要我 我都不知他會喜歡些什麼 試過和帶我十年的人拍拖 我喜歡被人照顧的感覺 有日本旅遊達人之稱的杜如鋒 Helen本住Shopping 食好西童仔的初心 明晚十月一日起 和大家解封福岡 節目一開始的小劇場 大玩法正先鋒情節頗有心思 杜如鋒 Helen又貼出四歲時 第一次跟父母出埠的地點 正是日本福岡 所以回憶特別多 今集Helen推介的一間水過天婦羅 Helen 廚師發辦 以水果作主菜 更奏聖詞經典電影《回魂夜中》 《星仔點的古汁精殘》 趙師父與西瓜小辣兩味菜 有異曲同功之效 似有向此片致敬之嫌 此間天婦羅店人氣極高 要早一個月預約 Helen品嘗後大讚月 士多啤梨的汁是這麼流出來 炸完一點都不淺 天婦羅橙很甜 那核桐筋都挑了 各橙還甜過包著的紅豆 和帶腹皮 這個是禁食都不怕熱氣 後晚2日 Helen作為梁朝偉頭號粉絲 竟然在節目中移情別戀 事緣他介紹一間以青話作主題的寺廟 他除了過青話口轉運外 還在廟內掛風鈴奇縣 願望內容被攝製隊拍下 居然寫上 我要駕給遠驚天 家梁朝偉他在節目中還得戚表示 已經不算貪心 寫漏一個送送機 已經對他好不公平 Helen接受訪問時澄清 未有放棄位子 他笑如最近迷上遠驚天 看了他套周處除三害 覺得他演技好勁 接著找返他以前的偶像劇看 這就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韋仔始終是第一位 遠驚天第二位 韋仔是我殿堂級偶像 明晚及後晚內容話題十足 推介食玩買地方更是CP直爆燈 有海膽紅如Helen必到的海膽散散窩餐廳 除了品嘗最高級的北海道指海膽外 他更爆料時自拍旅遊節目以來 首當有艷遇 跟店內小廚神海膽鄭家詠通電 一頓飯時間就要駕給對方 想知道詳情就要留意節目播出 除此之外 Helen會走訪高達迷 不容錯過的巨型戶外高達象 CP值極高的人氣壽司店 165港元就可以食到鮑魚 海膽及拖羅等名貴食材 他更會伸出來玩遊戲 露出三樣缺點包括跑得慢 不夠快及無速度 吃貨王素港心珠上週五 二十七日 一集 首站帶大家玩轉珠海 禁堂可惟打咳之旅 秀兒 超兒和Jessica帶大家 到有珠海色尼歌劇院知情的 今彎市文藝術中心拍靚照 然後到附近的新派散羊肉專門店 大探羊肉火鍋 無論店環境 菜式都有別於傳統京式散羊肉餐廳 單港式彩繽紛的迷你同鍋 已經夠了鞭滅 適合上機食先的朋友 打咳一流 三女食飽後會合涼海程 並化身遊客到鎮 珠海大劇院日月背打咳 他們更以超車華式進行這項Must do item 就試乘搭席機以虎陷視角飽覽日月背 兼野離島美景 由於海程拆書包剪等 錯失與靚仔機師同坐席機觀光唱遊珠海良機 而有幸與靚仔機師同遊珠海的秀兒 Jessica和超兒 則齊齊以絕招嵐點機師延長飛行時間 美女果然有計 今晚30日播出的第六集 返回深圳南山轉供食老字號潮山牛肉火鍋 品嘗三小時內屠宰的超新鮮手切溫體牛 由於沒有經過雪藏過程 因此肉質和油香特別香濃 配搭內地年輕人愛吃的沙茶醬 味道偏甜 四位吃貨主持秀兒 Fibi、Jessica和超兒大讚與牛肉非常之匹配 吃到點頭 自講珠澳大橋開通 不少講人愛港車北上遊玩 秀兒好低得臨 出動戰車之餘還充當司機 帶大家港車北上珠海 儲盡五星級酒店本集兩點必定是 Lessica、超兒 海情和秀兒到酒店無邊際泳池唱泳 繼續為觀眾水著放題大派福利 當中緊以第二集水著滑浪的秀兒 再到大方村比堅尼上衣兩相 大蘇和趕蓋珍珠嬌人身段 值得一提 泳池景色靜靜飽覽蒙偉的港珠澳大橋 名副其實靚人靚景 至於香港方面 主持們將推介人氣街頭小石雞蛋仔 披荊斬擊4日前進行第四次公演 李克勤等各部落隊長 以原著會議的形式介紹各自的殺手檢 這次公演將會動用全員種火力 以及前三場公演最高的火力 而克勤暴落ES桑十字街頭率先出戰 黑勤林志玲老公黑澤良平 Akira秦浩及黃霄在中世紀 復古奢華的舞台上演了一場感情戲 故事講述黑勤飾演的大老闆 試圖掌控女舞者的命運 將其與代表貴族工作的Kira聯繫起來 而純愛青年黃霄與女舞者之間的濃厚的感情 在跌蕩起伏的交鋒後 少年少女代表理想主義獲得了勝利 秦浩作為最視者的角色穿插其中 呈現了一場極富歌劇色彩的舞台 十字街頭以國標舞的方式呈現 貼合舞台背景和歌曲節奏 黑勤為完成托舉等難度動作也用上了護腰 最終完美表達了舞台角色 練習時 黑勤坦然拉丁舞跟平常他又跳過hiphop 或是其他舞蹈有點不同 他就好像那種藝術歌曲 譬如說我抱著那個女生去轉的時候 不一定要數12345678 他沒有那麼死板 我是用來排其他舞的心態 那種形態排拉丁是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第二就是其實你的方向都不同 跟舞蹈老師排練轉圈時 黑勤雖然很快上手 但轉圈後大叫 好雲啊 我有些想吐 雖然黑勤口講拉丁太難 但仍努力練習 都希望令官看出來 咦!OK咧! 唔錯咧! 無拖女人咧! ViuTV舉辦的選美真人秀 美麗四十路最美一夜 在昨晚 29日 舉行總決賽 邀請王志文 方浩及全民造星V冠軍 向人澤、拉敏等人擔任評判 十一位深賽者 經過一輪增驗鬥禮 冠亞貴軍分別由 十九號陳阿慧、先迪 十六號馬例如 Taylor及一號周亞運 Conney奪得 三十七號趙瑞藍 Horlander獲得Playface美麗退變獎 最高人氣佳麗 由十號彭方亭 Kiko獲得而最美麗玉物獎 就有由十四號的雍貝爾 Flory奪得 看完整個Show之後 網民們都有不少意見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吧 桌太小 美麗四十路最尾一夜 是錄影播出 一開場就有一眾佳麗 大調性地立身業務 之後更加泳衣 穿晚裝行 Cat Rock及歌手獻唱等環節 雖然不少網民 對參加者讚不絕口 不過就在網上留言 大彈總決賽 個台太小 例如這個廠 真是無一廠 那麼有feel 個台可以再簡陋些 個台那麼小 個台有點小 好似人家那些什麼 聯誼會臨時搭那些 又小又雅士feel個場 更小過酒樓 好掛著feel個一廠 個台好似無為行 個台真是太小搞不點 及個台更小過中學禮堂D台等等 先迪奪冠實至名歸 十一位參賽者 在總決賽過程中 展現出女性魅力及不同的美態 十九號陳阿慧 先迪在總決賽中表現自信及魅力一面 加上表現淡定得體 兼口才了得 最終力壓群方 脫穎而出獲得冠軍補助 賽果出爐後 不少網民都認為他實至名歸 留言說 先迪鏡shabu 先迪 實至名歸 見到一路既進步 還有真是keep得好好 這個努力不簡單 我喜歡先迪 有自信 和好逃入比賽 身材無得頂 看完今晚我都覺得 他是冠軍 比賽就是要盡力表現自己 他有造戲背景 玩遊戲逃入角色 都是自然反應 反而因為這一集對他有好感 多了留意他 先期待在電視再見到你 恭喜先迪 無得輸實至名歸 Congratulations So happy先贏了 其實他比賽中途已經越來越要眼 及先真是好fit 選美真是實至名歸等等 等校長給Bell不抵 曾經是歌手的曾凱琳Bell 在泳衣環節 除了大蘇美好新段之外 同時也用優美動聽的歌聲 成功吸引網民關注 令人眼前一亮 而文子玲校長 歸為賽前大熱 除了在總決賽初段 獲得拉文歡心之外 一眾網民也認為 校長整晚表現很好 雖然有不少網民認為 先迪是實至名歸 不過也有很多網民等校長 及Bell不抵 認為他們值得更高的名字 留言說 Bell看看下又好像幾漂亮 希望其他節目 會見到BellBell越望越正 支持Fill簽Bell拍Bell制約會16 和SS一起拍個節目就正 Bell換走Bonnie更好 可惜不是Bell校長才是我心目中的冠軍 好好看 但猜不到校長三格不入 我比較喜歡校長多些 和校長已經是大家心目的冠軍 依拉育校長 還我校長 為何不是校長 支持校長 爆冷呀還我校長 校長又型又靚 最後30秒拉票 好文彩又壓長 為何不是校長 得校長夠格拿不明白 為何無校長份及先三格 我覺得正路 但冠軍應該是校長等等 好看過大桌選美節目 在總決賽中 雖然都有傳統的泳衣問答環節 不過一班深賽者 都講流離廣東話及表現淡定之餘 對答也相當得體 同時比賽中不乏催淚感人時刻 例如五強參賽者的親友 一同上台為其打氣 送上深思禮物 場面既感人又真摯 一班網民看完比賽 都留言表示 好看過大台選美節目 例如講真這些問題 聽下有內涵過隔離台那些 他們答問題 Make it sense 過隔離台 震香港人選美 內涵和年齡成正比 那些對答講話正常過港姐很多 起碼不用字幕都聽得到說 什麼40歲 真是有智慧的個個都答得不錯 真心覺得最後五強靚 過了今年香港小姐 要有足夠的練力 先散發出四零路的成熟魅力 不是一般18、22的少女可以擁有 每位不止漂亮還充滿智慧 大方得看 好看過大台聲講小姐多多聲 佳麗 是流離廣東話的香港選舉 又感動又好看 好看過大台既經典選美 及四十老三甲 漂亮過很多介港姐等等 現年53歲的前TVB 花旦紅欣是90年代性感女神 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近日更獲邀出席內地央視台節目演出 雖然他已經年過半百 不過外貌及身形都保養得非常之好 獲網民們洗版式激讚 近日紅欣獲邀出席 第五屆廬山國際愛情電影周主題聖典 他與內地梗落在台上合唱 哥哥張國榮的經典名曲當年呈 鑄上粉紅色長裙的紅欣 盡顯高貴優雅 再加上保養得宜的外貌及身形 同時紅欣在台上表演淡定 洗脫摩音之名 獲得網民一致大讚美女 又唱歌好聽 紅欣太美了 紅欣唱那首隨緣非常好聽 紅美人真的唱得特好聽 不老的女神 印印唱歌原來這摩好聽 一直都喜歡你太美了 紅欣是真的美越看越美 身材好 氣質區佳 又白又高還受女神級別 非常美麗 我在電視上看了 好聽 不老女神 越活越年輕 怎麽做到的 及欣姐好胖等等 無線小花陳嘉惠 今年3月 旦下小公主 雖然她說過已準備隨時複出 但已成為幸福少奶奶的她 就繼續臭女 享受美滿家庭生活 說這麽快 上短片片 片中的她 正唱著歌手 紅家豪的 黑玻璃 不過最搞笑的是 她竟然半日前於網上 在商場著三唱歌的哥哥仔 家衛穿著睡袍 分別拿著老公送的花束 及T-shirt著跳唱 相當狂野 更搞笑貼文 原來黑玻璃首歌是這麽跳的 跟著另一條片 拿著水瓶的她 突然脫下襲衫 只穿著黑色吊帶蕾是裙狂 露出三寸深深事業線的她 甚有看頭 不少網民都留言問她是否喝醉酒 亦有人留言 原來這麽好身材的 谷奶媽 第三十七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將於10月28日至11月6日舉行 日前公布的入圍名單之中 由香港導演翁子光自編自導 劉青雲及谷祖林主演的新作《爸爸》 將參與主敬賽單元 並於電影節進行全球首映 爸爸的故事啟發至 2010年7月的荃灣在和街武殺妹案 案情指一名十五歲少年 在深夜突然用刀殺害媽媽及十二歲妹妹 行後少年走到街上再打電話自首 警察到達案現場 在家附近經營通宵茶餐廳的爸爸先得知惡號 兩年後 行少年承認兩項誤殺罪 被判入小嵐精神病中心接受無限期醫院令 精神科醫生診斷指 少年犯案時患有精神分裂 根據多年前報道 行少年父親即使面對家破人亡的傷痛 仍表明會原諒兒子 而且一周會探望多次 只希望兒子可以康復出院 到媽媽及妹妹墳前拜祭及認錯 爸爸的海報也在近日曝光 選取的劇照中 劉青雲胡蘇花伯神情落幕 和新聞報道所見的故事主人翁有幾分相似 另外先是看預告片 就已經感受到戲中爸爸的難過和壓抑 令人聯想到當日青雲演大時代被釘鞋 害到家破人亡的慘況 劉青雲近年拍過不少警匪大片 今次的角色和以往設定有所不同 加上由擅長處理奇案故事的翁子光創作 令影迷相當期待 而片中另一關鍵角色的行少年 就會由新人蘇文濤主演 相信他有一定演戲水準才會被相中 今次是時隔六年 在有港片出戰東京電影節 而今屆競賽電影評審團主席 由梁昭偉擔任 評審團成員更包括道琦等都為影人 主唱天約友情的前歌手袁鳳英 離開幕前之後修讀輔導及心理學 多年內經營德育及演藝教育中心 進行家庭輔導工作 早前有網民在社交平台發文 聲稱同年時參與過袁鳳英舉辦的課程 令他留下童年陰影 更指控袁鳳英對事主媽媽出現侮辱等 有傳媒向袁鳳英求證 願意先至文回應時承認知道發文者是哪位 聲稱更盡該個案幾十年 並鼓勵當事人面對自己問題 袁鳳英指當事人已到外國生活數年 指對方要勇於面對問題 否則難以和家人識嚴 而且會遷怒於他人等 袁鳳英在回應中沒有否認發文者描述的事 例如只聽一面之言 就要求三四年級的當事人下季認錯等 但強調自己的課程有和不同機構合作 至於當事人母親被當成奴隸的指控 袁鳳英就說他們中心搞的活動要家長親身參與準備 或會令一孩家庭的小孩有誤解 而袁鳳英也解釋當事人叫老母載她周圍去的說法 指當事人媽媽愛熱鬧和開車 不時會載其他家庭及小朋友出去玩 但是原未有正面回應出現侮辱一時 曾是走廊歌手的袁鳳英 80年代曾參加TVB新秀歌唱大賽 及阿士未來偶像爭霸戰 後來獲台灣音樂教父羅大佑賞息簽下 並曾推出三張專輯《天若有情以外》 《兒歌阿花的故事》 《鮮樂處處飄》都是袁鳳英的名作 懸約之後袁鳳英未有留在樂壇 教唱歌之餘同時修讀輔導及心理學課程 從事相關工作 袁鳳英表示曾經憑天若有情走紅後反而不開心 更試過幻想情緒病 一日要洗三四萬買東西 更爭落幾十萬cut數 另外袁鳳英曾聲稱自小就有能力和靈體接觸 能夠感受到一個人的前世禁殺 歌手吳浩康 跌去年底與英皇娛樂結束二十年賓主關係 為養家不惜轉行做地盤工人 日前吳浩康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自己多了演藝工作 現時地盤工作少了百分之二十 同時又會幫朋友做到會工作 被問到是否賺錢少了時 他就說要轉型 而他亦想去港鐵考一個可以落路軌的工作證 可能在晚上十一點湊完仔就去路軌反攻 直至到第二天 吳浩康祖前院赴澳洲進行街頭表演 他就說自己其實是去報道會和傳教 在和當地朋友聊天時得知大家有思鄉 所以他就即席做街頭表演等大家開心一下 他亦提到有人說他不是沒錢的嗎? 為什麼這麼有錢飛去澳洲做basking? 而他就表示是一個誤會 因為機票是人家賣 而他的經濟及工作狀況已經大有改善 多謝大家的關心 同時他亦提到不少建築工友開工不足 而昔日同門兼好友張志恒 Steven遇到同一情況 再一次在網上求助 蝶就說他和Steven都是男人 男人之間一般都是等對方有需要先開口 到時再看下怎樣去配合 被問到會不會介紹Steven開工 蝶就說如果有客人有興趣找到他 他都會介紹 另外吳浩康透露自己的出歌計劃 透露將於明年新年後推出三首歌 而他今次想出萬歌及輕鬆的歌 並表示雖然已經有朋友的幫手 不過出歌的預算都要大約是30到40萬 蝶還說現在自己純粹是想分享音樂 自己是支持樂壇及沒有任何企圖 所以不會參與頒獎典禮 更笑玩這個遊戲 不適合他這個年紀的人玩 前幾個月上映的電影 《九龍城寨之圍城》 迎進口碑及票房大賣 香港和內地票房高收近8億人民幣 劉俊謙、張文傑、胡子和和林城寨四子 更火速爆紅 不過原來向著當初也有機會出演電影 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 改編至如意圓著小說《九龍城寨》 斥之三億元制 電影場景幾乎真實還原80年代的《九龍城寨》 演員包括古天樂、五穩龍、洪金寶、劉俊謙、張文傑式、胡子和和林等人 然而向著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期間 透露導演鄭寶瑞一開始曾找過他參與《九龍城寨之圍城》拍攝 不過因需要拍另一部電影《門前寶地》推卻 向著與電影《門前寶地》擔任男一及製片人 與安智傑有多場舞打戲 更與老婆郭逼婷飾演一對對抗情侶 為二人婚後首部合作作品 不過票房表現慘不引導 對比《九龍城寨之圍城》票房高企 向著被問到有否後悔 他就直言無後悔 其實我為了這部騙子《門前寶地》 我推了《九龍城寨之圍城》 鄭寶瑞是我很好的兄弟 他第一個找我去演《九龍城寨之圍城》 但現在他的成績我沒有後悔 因為我拍了《門前寶地》我真沒有後悔 不過不少網民都表示 想不到向著可以在《九龍城寨之圍城》演什麼角色 有網民就猜是十二笑 四仔黃九 還只幸運他無拍到 留言 有拍就不是禁忌成國 之前不記得看誰說 他拍什麼死嗎? 多謝你沒拍 《九龍城寨成功最大功臣》 靠一人之力救起整套戲 真心幸運他無造 黃禎可以開套《少年龍午》 或者《龍午前傳》給他 嗯,觀眾都不後悔 幸運他無造 否則我不會看這套戲等等 另外,有網民帶壇門前寶地 表示不怪得票訪測 好奇搜尋一下他套是什麼戲 看見trailer 第一個shot已經笑出聲 DCG還差過二十年前的功夫 看了沒有一半已經頂不信 打到好像中學生玩舞台劇那樣 尷尬到等等 在台灣一再重播的《周星馳》舊片《島壘》 也埋之上海灘島城 目前於串流平台 有線電影頻道選播的 《大都市由拱利》擔任 《女主角的香港和國際版本》 新生代的觀眾都不見得知道 當年在台灣首度戲院放影時 是方貴為《當女主角的台灣限定版》 其實這部片拍攝背後還有新 拱利一度被卡在中國大陸 無法到香港拍攝 電影公司若是遲遲等不到他來香港 有可能要安排方貴為版 成為全球各地放影的唯一版本 台灣發規限制令拍專供在台上影的限定版 島壘依之上海灘島城 原先在規劃演員陣容時 就考慮撮合無厘頭教主周星馳 胡在歐美等地正甘受歡迎的拱利 有於拱利慣演嚴肅影片 少有喜劇演出 有和州聲詞和台標戲 必然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充滿商業桌頭 只是當年港片最大市場之一台灣 尚未開放中國大陸演員演出的影片 在台上影 拱利的前輩陳聰是因為意有美籍才能不被擋下 那時還未取得其他地區國籍的拱利 並不能在台灣大銀幕兩相 可視他又已在經紀人安排下 積極進軍香港影壇 眾星雲集的豪門夜宴 他的氣氛緊縮客串 全部剪吊對情節並不影響 尚不至於無法來台上影 但在島下EIG上海灘島姓他若是女主角 就不可能這樣辦理 電影公司老闆凌機一動 決定專門拍另一個 只在台灣上影的版本 由台灣可以接受的演員來頂替拱利 崗起女主角大 因而正受到年輕人歡迎的軍中情人方貴為幸運出線 片中主題曲的國 粵語版本也都由他主唱 一般觀眾只知道周星馳與方貴為 拱利分別拍攝了同樣的情節 網上甚至訛傳拱利與方貴為都到了片場 各自與周星馳拍了相同劇情的對手戲 其實兩個人的涉製進度大不相同 方貴為很順利在香港拍了快三個月 完成所有的氣氛 但拱利卻被卡住 不能到香港 劇組為了他究竟能不能來 捏了好幾把冷汗 電影公司一度考慮 如果只能用方貴為的版本在全球各地推出 要爭取拱利無法如期來港拍攝的賠償 到最後香港媒體 還是不知道拱利究竟何時去的香港 報章的報道似乎是在方貴為版 快要殺青前幾天 還有新聞稱拱利最後只拍了五天的戲 所以方貴為的版本和拱利的版本 前者在正常的進度下 不急就將槍拍 能夠再三刁剁完成 後者只是趕著殺青 難免就有媽夫的可能 不過拱利不愧是實力派演員 還是刻意用了和方貴為不太一樣的全式方式 兩個人接到類似的角色設定和情節 可視並沒有誰考背對方的表演 香港男星馮德倫 近年轉往幕後擔任導演與製片 近期難得又有幕前作品 這次他一改過往溫和形象 在新片《玉火之路》飾演反派 日前受邀出席上海首映會 被問到角色他笑月 這次角色是反派 而且是個純粹的壞人 為了錢什麽都可以做 首映會中《玉火之路》導演五百 主演趙麗穎與朝央君出席 擔任特別演出的馮德倫也站台兩上 馮德倫在電影中飾演犯骸集團的大壞蛋 不少觀眾看過電影後 大讚馮德倫顛覆過往造型 根本應不出時他 他這次已破格形象兩上 疏了一頭魚骨鞭子頭 在影後被問到先小演出反派 為何這次接演 他與這次的角色是個純粹的壞人 為了錢什麽都可以做 電影中他有句對白事 我不數孩子指數錢 這有別於他過去演過的角色 另一個接演的原因 是因為他認為拐騙兒童 是一個值得大關注的社會問題 希望大家除了會入場欣賞這部電影作為娛樂 也可以引起大眾對社會的關注 電影故事講述三位不同的家長 都因為孩子被寡而聚在一起 趙麗榮飾演孩子被買的媽媽英子 與孩子被寡六年的老吹 還有因孩子被寡而死 頭身打拐事業的趙紫山 三人相遇 在沉止打拐的路上 與人犯子鬥志鬥勇 便得如狼似虎 心如鐵石 最終在警察的配合下成功打拐 三人被此療傷 發展出深厚友情 9月29日是樂壇天候榮祖兒 Joey 的重要日子 佳恩正是其出道日 回顧25年的成長路 他於網上再由出道至今的照片 聖發文作簡潔 漫長而又鑽信的這25年 那夥熱愛舞台的赤子之心 一直在身體裏瘋狂跳動 推著我不斷向前 他特別感謝歌迷四分之一世紀的支持 及陪伴 令他的音樂更有意義 舞台更有熱情 自然雖不完美 但一直有盤 這是我走過的25年 更是我們一起分享音樂的25年 他再在另一社交平台連出兩個鋪 分享歌迷會聚會的片段 又想在歌迷眼中的融組而話語 原來他已成為歌迷的人生夥伴 他的代人處事和工作態度 亦都成為了很多人的榜樣 努力、堅毅、黑苦、真誠、搞笑、率真 大頭哈 也有歌迷和他事互動關注 其實他都一樣 平日花不少額外的精神和時間 去留意歌迷的粉形 看大家寫的信 出的posts 留的言 嘗試互相去了解對方的想法 感受 亦是一種雙向的力量傳遞 亦有歌迷說對他相當高要求 認真起上來就對偶像好鬼harsh 經常都很嚴格 又諸多挑剔 又喜歡取笑他 但到最後 他都會盡量作出調整 滿足大家 亦有歌迷說 會繼續愛多25年 繼續互相陪伴 互相修補 互相支撐 幻展是由歌迷為他製作的成長25年動畫 可見他對歌迷這份重磅心情 相當珍而重之 9月29日是樂壇天后容祖兒 Joy 的重要日子 佳恩正是其出道日 回顧25年的成長路 他於網上再由出道至今的照片 盛發文作簡潔 漫長而又鑽信的這25年 那夥熱愛舞台的赤子之心 一直在身體裏瘋狂跳動 推著我不斷向前 他特別感謝歌迷 四分之一世紀的支持及陪伴 令他的音樂更有意義 舞台更有熱情 自然雖不完美 但一直有伴 這是我走過的25年 更是我們一起分享音樂的25年 他再在另一社交平台連出兩個鋪 分享歌迷會聚會的片段 又想在歌迷眼中的容祖兒話語 原來他已成為歌迷的人生夥伴 他的代人處事和工作態度 也都成為了很多人的榜樣 努力 堅毅 黑苦 真誠 搞笑 說真 大頭黑 也有歌迷和他事互動關注 其實他都一樣 平日花不少額外的精神和時間 去留意歌迷的粉認 看大家寫的信 出的posts 留的言 嘗試互相去了解對方的想法 感受 也是一種雙向的力量傳遞 亦有歌迷說對他相當高要求 認真起上來就對偶像好鬼harsh 整日都好嚴格又諸多挑剔 又喜歡取笑他 但到最後他都會盡量作出調整滿足大家 亦有歌迷說會繼續愛多25年 繼續互相陪伴 互相修補 互相支撐 亦展是由歌迷為他製作的成長25年動畫 可見他對歌迷這份重磅心情 相當珍而重之 如評四個公審老公的女人 文文、賈曉晨、吳若熙、何泰 同樣有一口難以下的氣 一、自從社交媒體興起 大家除了分享生活日常 更會將眾眾不滿放上網絡公審 比較多的是市民於交通工具 路上遇到的不滿事情 但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 就是將對家人的不滿 都放上網作出控訴 而這種情況 亦經常出現在娛樂圈中人身上 二、數到出最出名的 當然是張志恒、Steven太太文文 二人結婚後生足四胎 一家六口非常旺丁 但就似乎不旺財 二人佔變成借錢KOL 文進朋友 甚至網民借錢、籌錢、捐錢 而往往都是有同一個模式 文文控訴 Steven賺不到錢 對方懶散無能不付出 用字語氣更非常強烈 之後 Steven就會出post求金錢援助 同一模式無限loop 二人的你公審 我借錢頻密程度 可惟多到令人生厭 三、另一位不時會公審老公的 就是賈曉辰JJ 賈曉辰於2016年與力王樊少王結婚 先後彈下兩名女兒 不過近年賈曉辰不時於社交媒體 坦然不滿老公樊少王 指對方經常擊親她 又無情趣 曾表示每日想離婚五十次 一百次想殺了對方 近日她又再控訴 指以棄死我為人生目標 我不開心她更不開心 給我拍照世界第一丑 說話熱死我 聊天終結期 比睡覺第一塊 處理家務第一萬 等等之外 還挺好的 似乎像灑花槍多於文文式的強烈公審 四、至於同樣喜歡分享夫妻相處的 還有吳若熙、吳若熙與何少雄、Alex婚後 若有一女一子 早年她不時將不滿放上網 當以為已回覆平靜 到兩個月前她再怒爆罵老公送女員工上班 不單如此 更將與老公的對話截圖放上網 十分坦 吳若熙當中更有粗口字眼 不過貼出截圖時就加以遮蓋 彈塌火爆直率的大公審 以引發網民熱意討論 柳英亭Jer的最新派台歌《月居人的》 MV終於面世 這次MV找來跨國界經驗豐富的CG團隊參與製作 令一日登上月球化身月居人 而且更猶如擁有異能 令地球瞬間大爆炸 繼不足男孩憂鬱之死及約齊靈魂 在墳墓開生日派對後 今次月居人繼續以月亮作主題 Chair道 月居人想帶出的訊息 是希望大家不要亂踏入人家的世界 破壞對方的秩序 和今年另外兩首單曲一樣 都是很想講一個月亮的主題 由頭到尾都是月亮野的 從過去兩支MV 以月亮White Shark 來到今次月居日MV中 Chair跳上了月球表面 就為大家介紹自己的角色 今次我跳了上月亮 在MV裏面飾演一個離開了地球 住在月球的月球人 還由地球帶了一朵花 一隻兔子和寶石上去 希望可以逃離群眾 可以在自己世界生活 Gayor 的角色 留長了頭髮 他笑言 因為在月球住了很久 沒有人幫我剪頭髮 所以留到很長 另外臉上加了銀箔 有一種沾染了星塵的感覺 因為故事發生在月球上 所以今次MV製作 都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後期製作上 團隊中集合了來自香港 台灣 加拿大等地 九位經驗豐富的視角特效人才 試一次課界國際合作 就連Jayor 都覺得自己變得厲害了 他笑道 我好像演著一個識超能力的人 動一動隻手 地球就已經爆炸 也可以擋到激光 但其實我拍下 才知道原來CG的畫面 我要去演是很難的 例如我要望到地球大爆炸 感覺到激光槍射過來 我要擋 這些全部憑幻想去給粉認 的確 這要與導演、美術設計 攝影燈光及後製團隊 多次開會及溝通 並於拍攝前事先排練 才能確保走位精準 另外加上現場燈光截計 無以月球表面的光暗為 再配合後期製作 製造出現在粵居人MV中的完美畫面 情歌王子鄭仲基首登廣都 9月28日 29日一連兩天 在高雄巨彈舉辦 Treadmunch Of Wonder鄭仲基世界巡迴演唱會 2024高雄安可場 兩天街市萬人滿場 日前他曾發文指出 因為憂鬱症及預酒問題 將在高雄演唱會後無限期停工 那麼29萬他一連演唱40首歌 要讓歌迷一次聽得過癮 更請來神嘉賓盧欣仲合唱左右為難 讓現場觀眾又驚又喜 而鄭仲基也向粉絲喊話 表示自己盡力了 高雄歌迷真的狠熱情 狠感動也狠感謝大家這麼支持我 我想我永遠忘不了此刻美好的回憶 結束首場的演出後 鄭仲基笑著表示 真的特別開心 因為高雄場完全沒有做任何宣傳和訪問就完受了 其實真正厲害的人是你們 真的肯感謝大家 你們是我的老闆 而今天第二場演唱會 鄭仲基也全力以赴 開場便帶來搬屋別愛我 絕口不提愛你戒情人 我真的可以五首經典歌曲 台下觀眾也忍不住大合唱 聽見歌迷的歌聲 讓鄭仲基內心相當感動 為了高雄場 鄭仲基不僅歌單做了條整 演唱台不沒有的半個我沒聽過的歌 如果沒有你在身邊的時候 癡心、絕對愛 更精心準備全新造型 一連換了五套歲戲服裝登台 希望即使是看過台北牆的歌迷 也能夠有不同的感受 另外舞台方面 將台北牆的延伸台 原風不動搬至高雄 希望能和大家拉近它來互動 更走下觀眾席 讓全場歌迷興奮不易 然而 此次高雄驚喜的彩蛋不僅如此 當唱完我代你哭後 神嘉賓勞音眾現身舞台 與鄭仲基聯手演唱《左右為難》 鄭仲基表示 來到今年台灣站最後一場 想來點不一樣的 想找一位長得又歲 又會唱又會演戲的人 本來還在想除了自己愛 還有沒有這么優秀的你 居然找到了 盧鵬仲 鄭仲基也分享兩人2015年 在劇組認識的過程 當時來台灣拍電影 今仲來探班 導演介紹我們認識 但是現在順便也借著這個機會 向你道歉 當時我應該沒有狠熱情 因為那時候太餓了 劇組買了涼麵 我就忍不住 兩人一搭一唱的有趣互動 忍全場大笑 最後 鄭仲基更缺女兒 Emma一同歌唱 My Only運為演唱會 或下完美句點 兩天階級萬人招聖 鄭仲基感性吐露心聲 這個巡迴已經跑了四百多天 對很多歌手來說是小case 但對我來說已經是破紀錄了 因為除了做音樂還要拍戲 YT 以及管理公司和公司的新人 其實人生一定會有高峰 一定會有低潮 事情或許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我們能做的就是調整自己積極面對 我已經盡力了 因為大家的支持我今天也做到了 希望將來在大家的開心小碎片裏面 有今晚的片段 我一定不會忘記你們的熱情 歌手古巨基基仔 早前現身內地音樂聖典 本身都好地地 怎知他今天二十九日發文 指自己因終已嫌 退出內地節目 我們的歌 令人擔憂其身體狀況 古巨基於民宗指 自己在二十六日晚原糧後 突然感到由耳痕刺痛並且聽覺模糊 睡醒一覺後 情況依然 便立即前往專科醫生求診 醫生檢查並在我耳內揭取圖片後 發現我由耳膜及周圍發炎紅腫有耳瘡 診為急性中耳炎 觸感染病毒所致 醫生說 估計我由於當時聽力下降了一半 建議我除了用藥之外還必需要休息 不過熱愛工作的他 就沒有聽從醫生指示去休息 反而和太太堅持飛上海直奔錄影棚牌 在商議大耳機 排約一小時後 他又以感覺疼痛、以名 更因聽力不平衡導致魂怨 擔心長遠創傷留下後遺症風險 因此只能向我們的歌劇組提出 退出節目的請求 同時他亦向合作的兩位年輕歌手 黃蕭環、黃客野以及粉絲們致歉 期待我盡快康復 能再次為大家帶來我的音樂和舞台 香港天王劉德華9日在深圳舉行今天 East the Day演唱會 沒想到過程中發生意外 舞台地下通道門突然打開 導致他當場重疏 由於他第一間事用手撐住 左手大拇指受傷 當時他安慰粉絲自己沒事 作27日出席電影危機航線宣傳時 卻被發現看起來傷勢嚴重 傷口包住口後一層沙布 劉德華當時在演唱男人哭霸 不是罪事 不時在舞台上走動和粉絲互動 沒想到舞台地下通道門 卻因為不知名原因無預警打開 導致他當場踩空 狠狠重疏在地 他立刻用雙手撐住 導致左手大舞歌受傷 但敬業的劉德華火速回到舞台上 頻頻安慰粉絲自己沒事 下台後會再包紮傷口 本以為劉德華已經沒事 他昨日照常出席電影危機航線手影活動 以輕便的T恤搭配長褲現身 臉上環戴著口罩 有眼尖網友發現 劉德華的左手一直藏在默克風後面 不然就視插在父子口袋裏 從其他角度看 可以發現劉德華的大帽子 被厚厚的沙布包起來 看起來傷勢很嚴重 立刻引發熱烈討論 有粉絲在現場對劉德華真情告白 你為了我們為了華迷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不管是演唱會還是拍電影 都不要受傷 十分擔心偶像的安危 畫面曝光後 不少網友紛紛心疼直呼 會不會視骨裂了 二十天了環包者摩緊實 傷得很重 手的傷挺嚴重的 好心疼 然而劉德華並沒有再多做回應 藝人陳志堯救愛蔡其進 自2014年離巢無線後 北上轉型做生意 雖然之前他自爆不少生意都相計倒閉 但他屢敗屢戰 以轉型做直播大貨及網商 且發展不續 近日其公司建團 蔡其進至圖腰包 請25位員工去韓國旅行 認真闊卓 絕對是好老闆 他將在韓國建團的片段放上社交平台 他笑然坐兼航到韓國 但莫酒店安排超豪華的房車接載 反差感更大 片中見他們入住的酒店房間寬闖 又打卡網紅餐廳 難怪員工們都十分滿意 網民紛紛留言想到其公司打工 做你員工真幸福 請美工嗎? 點入到你公司做員工 這個老闆 真是點過滾借中國一線演員王曉明 在2015年與女性Angela Baby揚命 結婚 並接近10億台幣的巨資 在上海舉辦世紀婚禮 不過這對童話般的愛情 並沒有迎來幸福的結局 在2022年還事已離婚收場 心情也全都成為笑話 近日王曉明高調認愛新女友業 讓這段婚禮再次被提及 名嘴許姓妹還意外透露 兩人離婚的主因 警和王曉明的麻寶性格脫不了關係 把人娶到後又自爆 是媽媽要求結婚七年幾乎由女方戴話 名嘴許姓妹日前登上綜藝節目 命運好好玩時 聊起王曉明與Angela Baby的婚姻 分享當年王曉明在婚禮中 對著Angela Baby許夏的心情誓言 我會把全世界最好的東西捧到面前 未來一輩子寵 愛藤 到了八十歲 還是把當公主對待 至今仍是許多新人的分繁本 不過 許姓妹也進一步揭露 其實圈內並不看好外界眼中的 這對金童玉女 還揭發王曉明在婚後終於睡真話 自爆是因為女方夠漂亮 才會在媽媽要求下取了Angela Baby 此言一出現場嘉賓 主持人直接傻眼 許姓妹進一步爆料 《思夏的王曉明》其實非常霞子氣 即使已經成家立業 才無問題也是母親負責打理 兩人大多時候也最少來多 王曉明 Angela Baby 的獨子 小海綿出生後也幾乎都是女方在大話 在失望和生活所視的跡棧下 曾公動娛樂圈一時的夫妻也走上分手的路 王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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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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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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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